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再给您分享一个Java的视频 好久没做Java了 今天咱们再做一期Java的视频 什么内容 是这样 去年我曾经给您做过一个视频介绍了一下Java要收费的过程 什么时候该怎么收费 然后我给您说今后该怎么办 对吧 推荐您使用什么技术 是这样 这两天有一位朋友看了一下我的去年的视频 然后他给我一个建议就是说 咱可以不用Java 不交钱 也可以不用OpenJDK 那么用什么 因为OpenJDK的本身也是Oracle维护 那么咱们用什么 他推荐了一款Amazon的OpenJDK的发行版 我觉得不错 给您简单的介绍一下 好 那咱们看一下今天的标题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Creator 是吧 基于OpenJDK的免费多平台的生产发行版本 好 那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Creator 是吧 这个是Amazon的一款OpenJDK的版本 是这样 如果说咱们不用Oracle了 因为要收费 对吧 那么咱们可以从网上直接随便下载一款OpenJDK也能够用 但是 毕竟怎么说呢 对于咱们这个若是作为企业开发来说 毕竟想找一款虽然是OpenJDK吧 但想找一款能够是大公司持续维护的版本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Amazon的OpenJDK版本 我觉得是还挺不错的 所以说今天咱们就好好学习一下 好 首先咱们看一下它的官网 Coreto 是吧 咱们看一下 怎么跟Oracle有点像呢 咱们看一下它的官网 给您马上访问一下 因为现在这个AWS在全球都非常的火 大家请看 这是它的官网 也是非常的简洁 非常的不错 然后咱们想下载 点击这个下载 对吧 原来是这样 现在它提供了两个长期支持版 一个是8 一个是11 其实像现在各个企业 我认为用的最多的还是8版本 像我们公司用的就是8版本 好吧 怎么下载 这提供了一个直接下载 我不推荐 因为我今天给您演示的是基于Ubuntu的安装 那咱怎么选 选这个Linux 选到这个基于Debian内核的安装 这个地方就会出来了安装顺序 对吧 好 那咱们回来之后 这个顺序我已经给您总结出来 今天按照咱们这个顺序 咱们去装一下Amazon版的OpenJDK 好 那我们试试 首先咱们先注册一下信息库 首先我先开个终端 好 咱们最大化 没问题吧 然后咱们先安装一下Coreto的数据库 到咱们Ubuntu的本地 或者说叫做信息库 稍等 怎么出这个球 OK 咱们安装成功 接下来 接下来咱们把这个Amazon的Coreto 加到咱们本地的这个数据库信息库里面去 这个翻译成数据库也行 翻译成信息库也行 Repository 对吧 我这个英语发现稍微有点刺耳 好 接下来咱们在本地的信息库已经更新之后 那咱们需要做一个系统级的更新 这两行命令就可以 一个是update 一个是upgrade 把咱们本地如果有更新的包进行一下更新 OK 更新完之后 现在我今天更新的不光是这个OpenJDK 还包括一些理纳核心 今天同时都更新了 好 那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做 咱们要对它进行安装 在安装之前 咱们用apt search命令 先看一下咱们这个信息库中 是否存在这个Coreto 这个数据库 这个安装包 Coreto 是吧 大家请看 有两个 一个给咱们提供的是1.8 一个是11 咱们装哪个都行 今天我给你演示 咱们装1.8 这装11也行 咱们通常安装都行 然后咱们可以随时切换版本 对吧 好 咱们先少续码上安装 sudo apt install 然后这个命令 这个包的文件 就是这个包的文件名 完全一样 对吧 好 咱们开始安装 go 要花216兆 ok 安装成功 清屏 安装完之后 咱们看一下咱们安装的Java的版本号 1.8没问题吧 1.8252 这个 我跟您说 这个是Origo官方收费版的版本号 一模一样 像我们现在用的生产环境中的Java 就是1.8252 完全一样 所以说咱们用这个版本 完全没问题 Java说是收费 其实咱们有很多免费的渠道 今天就是一个 好 咱们先手续 是这样 我现在进入一个我的工作文件家 咱们实际上编一个Java的代码文件 对吧 咱们跑一下 看看这OpenGDP能不能跑通 对吧 好 那咱们先手续 马上编一个 咱们就叫Samen 可以吧 然后敲上我的一点简单的代码例子 就是一个Hello World 对吧 什么都没有 就是一个Hello Creator 是吧 OK 退出 咱们在本地会生成一个Java的文件 没有问题吧 OK 然后咱们通过JavaC编译它一下 可以吧 试一下 编译完之后咱们再看 生成一个CMain Class 咱们就可以执行这个CMain Class 怎么执行 注意看 敲Java空格CMain就可以 好 大家请看 出来了吧 Hello Creator 是吧 就说明咱们的刚刚安装的Amazon版本 OpenGDP能够成功的编译 也能够成功的执行 一点问题都没有 而且它是最新版本 非常推荐给您使用 如果您是一个非常小的初创公司 不想使用这个收费版的Java 那么我推荐您 使用Amazon的这款OpenGDP的版本 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OK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所有的内容了 不知您听明白没有 应该不是很难吗 对吧 然后我的课件都会放到GitHub上 然后CMain Class v9.com是我的官网 有趣的朋友可以访问一下 同时也希望您能够订阅我的视频频道 好 以上就是今天所有的内容了 今天视频就这样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吧 拜拜